2月6日,据美国拳击媒体披露 前两度重量级世界拳王约书亚已经在为4月1日的复出战做准备 目前他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与新教练德里克·詹姆斯磨合 由于约书亚在过去两场比赛中遭升级拳手乌希克双杀 遭遇两连败,过去无场已经输掉三场 职业生涯彻底跌入谷底 因此他的复出战表现就相当关键 据了解,约书亚的复出战对手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彻底敲顶 但很可能是美国人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今年29岁 保持着22胜一副一瓶14场KO的职业战绩 唯一的一场败季发生在去年11月 当时他已有12回合点数不敌英国人怀特 但大部分观众认为富兰克林被裁判黑了 考虑到富兰克林的年龄、战绩和过往表现 他并不是一块软柿子,约书亚的推广人赫恩也强调了这一点 约书亚打复出战会承受很大压力 因为一旦他再输,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想告诉大家,约书亚仍然是世界重量级前三的实力 他有能力重夺世界金腰带 而他复出后的第一个对手很可能是富兰克林 这场比赛会很刺激 我相信戒时的约书亚会充满斗志 从赫恩的这番话可以感受到 他对约书亚拿下复出战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但他也不敢打包票约书亚 一定就能击败富兰克林 毕竟约书亚现在的兴气临场状态都是未知数 而富兰克林则光脚不怕穿鞋的 他能够得到与约书亚过招的机会已经胜利 倘若能一举战胜约书亚 他后半辈子就彻底可以躺平了 所以届时富兰克林会轻装上阵 毫无压力 会放手一搏 而约书亚能不能顶得住 这就要看他的决心够不够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